其實講23條吳靠儀都在 講23條的歷史 最重要就是提到當時在立法會的時候 我記得梁愛詩約了我和吳靠儀去談23條 他是想著那一年就一定會通過的了 我們當時跟他說不如出白紙草案 大家知道在立法會看草案的時候是藍色的 但是我們希望政府諮詢大家的時候是用白紙草案 即是說以條文來諮詢香港人 但是梁愛詩是篤定在03年7月立法會放暑假前 就一定要通過 當時吳靠儀跟我說 他說這條法例是一定過的了 他說我們的責任就是要確保這個條例一出世 但是他用英文字跟我說 他說有The Mark of Cain 大家知道聖經故事Cain是殺了他的弟弟Abel Mark of Cain是上帝給他一個樂印 就是說一個兇手的一個標記 於是吳靠儀就說我們要組織其他的大律師 因為23條是有七個部份的 他說我們要湊夠七個大律師 每個人負責一部份 然後就去向香港人解釋23條的問題 剛才吳敏儀說政府想著那個時候是非常適合通過23條 是說得對的 當時香港的社會是習慣了 是政府是有它自己的自主權 北京是很少插手 中聯辦也都很少出現 因為信任董建華 當時我們大家都以為23條是說一些 和香港人本身日常生活不是太多的一些事 香港人一定會通過 也都因為是沙士 大家都非常擔心沙士的問題 沒有人擔心 沒有人關心立法會發生什麼事 直到後來50萬人上街 政府後來才收回 當時我其實很擔心 我和可兒都擔心 因為所有的記者問我們 那怎麼辦 我想說我怎麼知道 其實23條這件事給我的啟示 就是說我們沒有人知道明天發生什麼事 但是我們今天就應該做今天的事 現在政治低迷 很多人都說投不投票是沒有關係的 立法會民主派是少數 我想跟大家說 03我們在立法會都是少數 但是當50萬人出來的時候 政府是要收回這個條例 所以11月25日 大家不是投任何人 是投李卓人 謝謝 謝謝 謝謝